注意看 一条鲫鱼 两条鲫鱼 您即将解锁一个鲫鱼的生吃饭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没见过也没吃过 家里有老龙小孩的记得收藏 三派一心的鲫鱼监制两人金房 再用勺子把鱼肉捣碎 大火炒至焦香酥脆 放姜葱去香增心 冲入滚烫的开水煮十分钟 这是汤汁浓白的关键 碗里打一个大学毕业的蛋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而言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前面几个视频真的太惨了 今天的视频就辛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童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 这时候鱼汤已经炖得跟牛奶一样白了 然后倒入砂锅过滤掉鱼渣 千万不要丢留着备用 然后搭配点金针菇和嫩豆腐 鲜美营养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裙带菜 每次只要一点点就能泡出一大碗 含带量是纯牛奶的十倍 小朋友不爱喝牛奶的可以多吃点它 放上泡好的裙带菜 只需加盐和胡椒粉调味 煮两三分钟 撒上枸杞和葱花就可以开喝了 这样做的鱼汤鲜美营养 还不用担心卡到鱼刺 这个春天你也收藏给孩子们做起来吧